大家好 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現 又比美國強 這個時間點你如果知道 盤面上選股的技巧在哪邊 包含了下一棒 要接棒上哪的股票 這個時間你務必要知道 美國股市的漲跌 你應該拋到旁邊去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我們在這個時間 從大盤的變化可以簡單看得到 行情在這裡 台北股市就是走自己的路 如果盤面上出現動盪 切記一句話 外資送的禮物你要懂得接 另外台語有一句俗願叫做 怕怕沒就定 來 我們先看一下大盤 大盤在最近來講的話 讓很多人會覺得擔憂的是 從這個4月19號的藏黑棒開始 這一天盤中大跌超過千點 可是你越害怕 股市越往上來做墊高 包含現在 很多人擔憂的是什麼 今天開盤擔心的是什麼 台積電的ADR昨天是下跌的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美國股市這一面的動盪廢半那一邊 開始出現一個修正 主要的ADR大跌 很多人就對於當天台北股市的表現 就沒有任何信心了 這是錯誤的 盤面上現在來講 有很多你應該珍惜的股票 大家可以看得到 最近大家可以去討論的一件事情 是整個鴻海這一檔股票 很多人在去回溯過去 郭台銘先生講說 我要等到鴻海的股價拉到200塊 那他要退休 同志朋友 我問大家一句話 鴻海會不會漲停 容不容易讓你看到漲停 過去的三年的時間 你有沒有看過鴻海的股價拉漲停 答案很明顯對不對 好如果鴻海的股價不會漲停 那現在鴻海非常強 會不會有其他 比鴻海這一檔股票 更容易拉漲停板的股票 讓你在這個時間點 可以有機會來做卡位 答案非常簡單非常明顯 切記 泛鴻海集團的子公司 現在有很多的股票 他還在底部 我們在最近的節目 這幾天的節目 大家你有看的話 來我們看到畫面上 鴻海這一檔股票 他所做的是一個什麼 在月線打底 不管是半個月或三個禮拜 你只要在這一邊 完成個打底的動作 時間轉折一到 4月打底 5月開始進攻 所以呢 泛鴻海集團的子公司 如果還有一些的股票 他一樣在月線扣底 請問你 現在鴻海股價不斷創新高 但是他不會漲停板 他泛鴻海集團子公司的股票 容不容易在這個時間點被受到帶動 短短的 現在距離520 短短的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這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你如果抓到 鴻海泛集團子公司 拉出一根漲停板 或者是帶一段的波段出來 520之前你可以靠 鴻海這一檔股票的帶動 先賺他一個波段 切記哦 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希望大家你務必要知道 中午的時間 大家有緣看就好是的節目 來 我們開始針對運通財經台的觀眾 盤中來鎖定我的觀眾 鴻海集團的珍寶 包含了強強聯手的黑馬股 這份名單我希望就是說 釋放給運通財經台的觀眾 你只要手機拿出來 搜尋小小鼠J178 加入好友之後 留言55688 我們會針對運通財經台的觀眾 100名 100個名額 免費來做放送 來 投資朋友 裡面暗藏了鴻海集團子公司 泛鴻海集團 接下來會接棒的股票 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聊到了 鴻海會不會漲停 過去三年的時間 你有沒有看到 鴻海的股價拉過漲停 三月份鴻海股價很強 大家現在都知道 哇他三月到現在 如果從第一點到今天來講的話 整個他的股價創新高 下去做換算 他漲幅已經超過65% 有沒有任何一天漲停板 那如果 泛鴻海集團的子公司 受到帶動 是不是更容易 拉出漲停板讓你賺 好不好 特別留意 來 畫面上 我們在前面四天 四個交易日在運通財經台這一邊 釋放給盤中的觀眾們 董監改選的黑馬股名單 那當然了 3363的上全 我們已經在昨天跟他驗證過了 也恭喜 有來索取名單 而且就我在節目上所講的 你只要拿到名單之後 收盤之前 你懂得來做卡位 3363的上全 已經有觀眾朋友賺到漲停板了 這份名單裡面 還有三檔的黑馬股 這三檔的黑馬股裡面 來 有一檔就是泛鴻海集團子公司的股票 投資朋友 你看我的節目 這個時間點 你在吃中餐 你願意拿起你的手機 搜尋小老鼠J178 來關注我 我是摩爾頭顧 陳俊妍分析師 居老師 我在盤中的節目告訴你 賺錢的方向在哪裡 你願意花時間 來去搜尋我的Line ID了 你絕對有錢可以賺 現在我手中這一份的資料 裡面還有泛鴻海集團子公司 有兩檔的股票 他現在還沒飆過漲停板 另外很多人現在 都忽略到AI手機了 AI手機 他有很多的黑馬股 現在在月線扣底這邊打底 如果他的主聲段還沒出來 這一份的資料你拿到手 這一份的資料你拿到手 鐵定讓你有機會可以賺到錢 這一份的資料你要等於去運用 因為我資料裡面 特別幫大家抓出來那一些黑馬股 他現在打底的股價區間 技術分析技術面來講的話 法人資金吃貨他打底的股價區間 所以你可以輕易的就這一份的資料 找到一個買點的機會 好 投資朋友 加入我Lite有很多福利 如果你現在發現盤面上有很多股票往上拉 不管有沒有拉漲停 甚至已經有拉漲停的股票 他其實在前面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盤中甚至出現過跌停板 甚至大跌 大跌的股票 你如果懂得去抓到一個買點的機會 這個時間我送大家一句話 來 跌停給你的股票 他是禮物 跌停的股票 給你 他是個禮物 好 來 有加入我Lite小小鼠J178 當然 運通財經台的觀眾朋友 可能錯過4月份的行情了 但是現在我跟大家來驗證 如果你加入我的Lite 5月來了 5月這個時間點 甚至最重要的520之前 再一次出現這樣的機會 我希望你可以在我Lite這一邊 抓到黑馬股買點的機會 畫面上來 我們先看一下 這是我們在上個月4月17號 那一天盤前8點35分 我們特別跟我的粉絲聊到一句話 打入跌停的股票 反而將進一步帶出 下一波公式發動之前的黃金買點 那個時候我特別強調記憶體族群 我特別送了一檔股票叫3260的威剛 那一天盤前8點35分 我甚至把前一天4月16號打跌停版的畫面 直接把它截圖下來 傳送到我的粉絲的手機 我特別講這個跌停版 它帶出的是後面一個黃金的買點 來 投資朋友 跌停的股票給你 你如果不曉得去分辨 哎呀 那個其實是法人的資金 甚至是外資在壓地做失禍 你會看到拉起來的時候去追 記憶體族群 我相信大家你有看 這個禮拜十全很強對不對 那整個在這個時間 記憶體的族群 我希望除了十全 還有另外記憶體模組的股票 來 這一檔的威剛 我希望就是說 這個跌停版帶出黃金買點 我要讓你特別的有印象來 現在威剛發生什麼事情 威剛這一檔股票發生了什麼事情 跌停版的股票 它會讓你帶出一個新買點 投資朋友 4月17號在什麼位置 4月17號在畫面上這一邊 他4月16號打跌停版 現在他的股價完成打底的時候 往上拉 現在還沒有拉漲停 現在還沒有拉漲停 你回溯來看 這一邊4月16號打跌停版 我4月17號放送在 我的LINE粉絲群 請問一下 這一邊是不是一個新的買點機會給你 你可以不用等到 這個打底完成的時候 往上拉的時候 去用追的 投資朋友 特別留意 我們已經有跟大家來分享 這樣一個機會 如果你當時候 在我LINE知道 我已經提示你 後面這一檔股票 會有黃金的買點了 請問一下 我會員在買的時候 94塊半的威剛 你有沒有機會在那個時間點 就我LINE這一邊的提醒 告訴你 跌停之後它會帶買點 來 現在威剛還沒有漲停板 你覺得後續來講的話 記憶體族群有沒有機會 在威剛這一檔股票 開始做一個發動 我希望這個時間點 大家你也許只記得 實權這一檔股票 也許這個時間點 實權跟威剛的技術面 你下去做比對 一樣在4月16號17號 這一邊出現拉回 破了月線打完底部 實權他已經先拉出一個波段了 另外一檔叫廣穎 這一檔廣穎也是連續兩天的漲停板 大家可以發現 一樣都是在4月中旬 4月下旬拉回之後 打完底部 開始往上做進攻 現在實權跟廣穎已經 已經帶出漲停板了 投資朋友 你如果已經跟上我的Lite的進度 這一檔的威剛後續來 有沒有機會拉漲停 切記喔 這個時間點你要知道 盤面上面的資金 是針對族群來做輪動的 哪一個族群已經有領頭羊 開始往上帶 後續準備要補漲的股票 他會一檔接一檔 接下來我希望說這個時間 大家務必要知道 鴻海最近已經是股價非常明顯 這兩天創新高 如果鴻海集團 泛鴻海集團子公司的股票 會跟著一起來做帶動 就像記憶體族群一樣 你要不要跟 這一份的資料 我希望中場休息的時間 你大家放下午餐 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來 搜尋小老鼠J178 加入我的Lite 這一個是陳俊妍分析師 唯一的官方粉絲群 加入之後 你只要留言55688 泛鴻海集團 鴻海珍寶 跟強強聯手的黑馬股資料 直接送給你 我們進入中場休息時間囉 摩爾堅持用心選股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談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摩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名文俠爾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 23946168 摩爾堅持用心選股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談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摩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名文俠爾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 239461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各位觀眾朋友 距離520已經進入倒數的時間 剩下一個多禮拜 如果時間的轉折到了 你手中沒有準備好會飆的股票 真的到时候你看到行情创新高 大盘也许已经到了一个 你无法想象的地步 你到时候如果追股票 你该如何来自处 因为追股票的人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损失 非常大的缺点 算是劣势 他不晓得怎么卖 因为你追来的 你希望说他未来可以天天涨停板 如果没有天天涨停板 那你追的股票 很容易会怎么样 后面演变成追高杀低 我们的节目在最近这几天 已经特别提醒大家了 莫忘去年520的教训 来 这是大盘的日线图 我们把去年同样一个阶段 同样一个时间 当时候也是一样 在520之前 台北股市是从一个制高点 拉回来来做修正 那当时候来讲的话也是一样 外资也是出现连续性的大卖 大卖完之后 行情快速的出现反弹 当时候在520之前 他是做一个很明显 很标准的一个洗底过程 所以当时候如果你因为害怕 或因为美国股市的表现 你很容易有在洗底的过程 不敢进场买股票 或者是你手中有买对的股票 明明买对啦 但是在这个洗底的过程 看到外资卖超看到美国股市跌 你被请出场了 所以在去年的520之前 你不敢买股票的520一过 你只能看着大盘一路往上标 然后去追一大堆的股票 所以现在我要让大家记住一句话 520以前不买好底部股 520过后只能追股票 这一句话我希望这个时间 大家你务必要把它记起来 因为几乎每年的这个时间 很多人都会因为美国股市 因为今年来讲的话 第一个大家先去忧虑 美国那边的经济问题 再去担心美国联准会 到底要不要降息 所以当行情动荡 明明在洗底的过程 很多人对的股票被请出场 该买的股票不敢买 大家你如果认识我 摩尔投顾 陈俊妍分析师 居然老师 你早就已经追踪我YouTube频道 跌停版的股票 切记哦 跌停版的股票 它是会带出黄金的新买点的 昨天跟今天有一个族群 表现非常亮眼 除了记忆体之外 电力族群 投资朋友 你记不记得电力族群 有一档股票 在上个礼拜 杀过跌停版 来 如果你有追踪我的YouTube频道 摩尔投顾了 陈俊妍分析师的YouTube频道 当天跌停版 而且是搜盘锁跌停 你有看到我的解析 你自然而然会知道说 跌停会带出新买点 来 雅力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希望你说在这个时间点 大家你要知道 这一档股票 5月3号打过跌停版 今天5月8号 不过是几个交易日 今天礼拜二 不过是隔了两个交易日 你说到后面如果拉涨停了 来 你需要意外吗 你有锁定我的节目 你一定知道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叫做1615的大三 他已经是连续第二天攻涨停了 同志朋友 这是我的粉丝铁定会知道的股票 因为这一档股票 我找到4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在我Lite这一边 叫做Open Book 放水的电力股 来 好 那个法人资金怎么样做一个打底 打底完之后 怎么样把它做一个放量 往上接棒进攻 我们在最近的节目 这两天的节目 你有看了投资朋友 你都会知道 我交了一段时间了 好 5月份很短 现在才几个交易日 可是你看我的节目 我们连续交了几天了 来 大三一样 在连续两根涨停板之前 你可以看得到 他跟一个记忆体族群 虽然是不同族群的股票 但是他们相同都是在一个打底完 也许三个礼拜半个月的时间 打完底部之后 进入5月份 开始逐步放量 股价开始往上做进攻 所以换句话讲 跌停的股票 如果是打下来 重新来做打底 打底的时间 你要懂得下去做卡位跟进场 今天我希望就是说 雅力他在月线这一边 开始出现拉回 跌停板在这一天 这一边打底的过程 后续如果要做进攻 他来 他不过是复制记忆体族群 你刚刚所看到的石拳 你刚刚所看到的广影 你刚刚所看到的威刚 相同一模一样的手法 今天大三已经连续两根掌灵板了 说穿了啦 雅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希望我在节目上面 几乎就是open book 放水给大家 因为有一种考试 大家在念书的时候都会知道 对不对 我们来考试啦 投资朋友 你念小学也许没有遇过 但是你念过高中大学的话 一定都遇过 老师把考卷发下去 同学没有关系 你把课本拿出来 那个试卷里面的问题 你从课本找得到答案 我就给你100分 对吧 那种考试叫做open book 今天我的节目 小小的放松一下便利股 open book给大家 切记我会跟大家来 聊到这个族群很重要 因为520块到了 有很多这个相关族群 会被带动的股票 你如果不敢买 真的会非常可惜 再一档也是一样 有追踪我陈俊妍分析师 YouTube频道的观众 铁定会知道的股票 来 这档股票叫做3296的盛德 4月19号 他也是曾经插了一点打跌停板 那一天我在节目上 也特别特别来做解析 来 现在盛德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也是智慧电网相关的个股 知道吗 盛德发生什么事情 在这一边拉回之后 打完底部之后 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来 很多时候股票 只插一根涨停板 让你看到他 但是我希望你追踪我 你不要等到股票拉涨停了 你才认识他好不好 我希望你透过底部的股票 认识我陈俊妍分析师 我要纠正你过去 看到涨停板 你才认识那种股票的习惯 好不好 特别留意 这个时间点当然 我相信就是说 只要你来 加入我Lite小小鼠J78之外 这股票我们其实已经在 我的Lite这一边 释放给粉丝了 另外你YouTube频道 只要搜寻陈俊妍分析师 铁定刚刚的画面 截图画面 你都可以看得到 找得到 我们是事先解析在前面 不是等到 那个股票拉起来 在马后炮 跟你做一个解析的 来 那现在 有一档 电力族群的股票 叫做欧卡拉底豆油 来 一样是打过跌停板 不止一根 两根跌停板 这一档股票 它还没有往上去做喷涨 最近当然也还没有攻涨停板 那我希望我现在把它抛出来给你 我是希望说你一定要知道 跌停板的股票 你如果会买 它所带出来的新底部 它是给你机会 就好像财神言 给你敲门 摳摳摳摳摳摳 底部的股票你要不要买啊 后面会涨停 你要不要现在买呢 我希望这一档来欧卡拉底豆油 你想要了解的观众朋友 我的小老鼠J178LINEID 你一定要搜寻追踪加好友起来 因为接下来 我们会在LINE这一边 跟所有的粉丝来做分享 来 很多股票 只差涨停板 来让所有观众来认识它 那我希望说这个时间点 我不希望你看到涨停板 你才要去认识那一档股票 今天节目有几个重点 大家一定要知道 鸿海集团鸿海的股价 已经往上去创新高了 接下来比鸿海更容易 拉涨停的股票 我们要送给你 分享给你 包含了 机体族群 已经做一个最好的示范了 下一波会轮动来复制 一样标股形态的在电力族群 我们节目上已经告诉大家了 跌停过的股票 反而是保 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也希望 来 我的LINEID 小老鼠J178 现在这个时间点 大家把他手机拿出来 做搜寻 加好友之后留言 55688 这一份鸿海珍宝 强强联手的黑马股资料 我直接送给你 运通财经台 免费放送100个名额 务必掌握 每个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